诗篇第五十一篇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内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 使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凡祭 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喜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凡祭并全身的凡祭 那时 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